好那么新冠肺炎是持续的延烧 现在不管是在室内室外 都必须要遵守防疫的规则了 但是呢 艺人林谦又却高调的来到花莲游玩 并且是多次的在户外景点 以及饭店的公共空间 无聊拍出美照 都没有依照规定是佩戴口罩 也引起了网友一面塌伐 摆出姿势还不时回眸一笑 纳豆前女友林谦又 疑似在防疫期间前往花莲旅游 而且还没戴口罩 这样很不应该 是啊因为现在在疫情 然后他都没有做防疫的那个措施 二三号下午一名网友在网络上po文 说有人不遵守防疫规范 文章一出有网友认出照片中的女子 就是林谦又引发网友一片踏伐 似乎就是要全部都戴口罩吧 那她是偷口罩在那边就是拍照 那我觉得这位欣慰蛮危险的 最近压疫情时间 为了拍出好看的照片 没戴口罩还在花莲到处爬爬 饭店货柜星巴克都遭殃 不只民众不满恐怕还会被开罚 不只是脱口罩拍照要处罚 只要在户外把口罩拿下来 一定开罚 所以我们罚则按照中央的规定 是3000到15000 在疫情严峻时期 网红没戴口罩出门完被逮个正着 发美照讨赞不成先讨来一堆骂声 记得综合报道